美国拉斯维加斯大屠杀 酿近500人死伤 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前往拉斯维加斯 魁晤事故中存活的受害者 以及一众拯救人员 特朗普先是赞扬在前线的 医护人员和警察 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专业精神 形同伟大的英雄 他接着顺势狠批 凶徒派躲克丧心病狂 上任不到一年 向来反对枪支管制的特朗普 如今面对史上 死伤最惨重的枪击案 是否会考虑修法管制枪支 但狂人总统回答 又是如出一辙 不谈 我们今天会不会谈到那些 我们不会谈到那些 还没有谈到那些 我们还在看 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一个很疼痛的男人 他是一个很疯狂的男人 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些 但你会知道 如果我们找到那些 我们在看得到很厉害 我实际上去到警局 同样是 特朗普还强调 调查人员 暂时还无法确认 派躲克的干案动机 正厘清事情真相 总统还向受害者承诺 全国会和拉斯维加斯 站在同一阵线 同悲同道 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反对枪支管制 认为拥有枪支是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加上拥有500万名会员的美国步枪协会 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最大的监主 恐怕特朗普难以推行枪支管制政策 有机会来 domin 这两个人是很棒的 这两个人是很棒的